你敢相信无法使用融合的时代 居然还能轻松地战胜对手 只见他将手牌中的融合送入目的 就在众人以为他喝了的时候 发动刚印好的硬警卡融合废弃 效果是选择一只融合怪兽送入目的 就可以从手牌中召唤他的融合素材 召唤卡组中的高宫金刃侠 配上魔法卡劳魔的面罩 只要将劳魔侠送入目的 就可以在回合结束之前 将金刃侠当作劳魔使用 这样就可以使用劳魔的魔法卡羽衣设计 不过效果先不说 直接让金刃侠发动攻击 瞬间搞掉了恶魔史莱姆 二五载生命值降到900 现在的时代感觉自己行了 心思已经不在排局之上了 这时二五载有些懵 刚想调整状态进行翻盘操作 结果时代就表示已经结束了 羽翼射击的效果是 根据几方场上的怪兽数量 决定攻击次数 瞬间吓尿二五载 时代果断下令 让变成劳魔的金刃侠发动攻击 瞬间搞掉恶魔双头兽 就此二五载生命值归零 果然无法使用融合的时代 依旧是时代 这忠心耿耿的手下 让时代使用融合的进度条 加载到50% 之后经过和三则的交流 得知了这个世界存在着12个次元 并且现在有一个邪恶的人 想要统一这12次元加以支配 而且三则推测 就是那个控制大壮教授 将打牌学院送入一世界 并且附身马尔登的人 最后推测时代觉醒的霸王 也和那个人有关系 这下呆如时代也懂吗 这是画面一转 亮哥被敷上干毛巾 并且向老库诉说 自己快要不行的事 于是老库再度化身人生导师 正是这句话 让意识模糊的凯撒惊醒 瞬间坐了起来 表示他感知到了 他生命之中最后的对手 只见黑色的大门缓缓打开 亮哥只身迎上 这时一道身影走了出来 正是被被解附身的约翰 但老库却并不知情 刚想上前拥抱 就被亮哥拦下 好家伙 亮哥这找茬的口气 虽说看外观也能看出约翰黑话 但亮哥是问都不问 老库惊呆了 都这身体了还想打牌啊 而亮哥则表示 正是老库刚才说的话 让他明白了 哪怕人生只剩下最后一秒 也是要打牌的 并且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之前在和约翰打牌时 双方确认了眼神 是个热爱打牌的人 搞起搞起